哈囉大家好 我是愛吃辣的馬鈴薯小姐彥琳 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有三大民族 馬來人 華人 跟印度人 所以我們的飲食文化也就包含了這三大民族 這一次我要來跟大家分享平常會吃的三大宵夜 到底是哪些宵夜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的沙爹 第一個是兔肉 這個超可怕的 魚肉 羊肉 心臟 這個就是雞心 還有雞肉 牛肉 牛的肚皮 我發現台灣的暗黑料理已經不再暗黑了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有褲肉 這麼可愛的rabbit 為什麼要吃它 那它有一個是牛肚跟台灣的 蠻像的 台灣的牛肚是拿來入 這邊的牛肚是用來烤的 吃沙爹最重要的精華就是這一碗 如果你吃沙爹沒有沾這個醬 就等於還是在吃沙爹 這個醬料它是有那個花生粒的 你就可以吃得到那種花生的米粒 所以它真的超香 超甜 他們會提供一個桑巴醬 然後你就可以攪拌均勻 這是這一味 我太久沒有粉在馬來西亞 這是魚肉 吃沙爹就一定要吃三大肉類 一個是羊肉 牛肉 跟雞肉 那雞肉是我的最愛 很好吃 它有一個焦香味是 我覺得跟台灣的肉串串燒是非常不一樣的 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辛香料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非常不一樣 也會沾這個 有小黃瓜跟這個叫可杜班 可杜班就是馬來西亞的類似像米糕的東西 這個米糕其實沒有味道的喔 有些肉類就是吃多了會膩 它可以中和掉你嘴巴裡的那種油膩感 你就可以吃這個 然後再沾黃瓜 黃瓜也是可以解油膩 很好吃 我想要挑戰雞心耶 我的老天兒 沙沙了 確定是雞心嗎 雞心啊 雞心是醬 像那個豬肝的感覺 肝臟 對 這個我不能 這個我根本 Oh my God 我剛剛有拿到我也不行 這個我應該也不行 紅肉我都不能 什麼都不能吃 那你是來幹嘛的 我也吃完了 現在呢 要來吃中式的消夜 叫做 鱸鱸 就是很類似台灣的串燒 台灣的火鍋 一般都是在店家吃的 我們這個是餐吃的 這是炸 這邊燒的鱸 喔!也有燒烤的 這邊也有那個火鍋也可以自助式的 有甜醬、辣椒醬還有這個 喔!這個是馬來西亞的砂丼醬 如果要吃什麼呢就是可以放在這個盤子 這個就是要自助式的 所以有熟沒有熟就是要靠自己 好吃嗎? 可以啦!不錯! 這是霸彎的是不是? 應該是啦! 喔! 我的不太好 出肉圓 這是出肉圓 我的培根有加那個辣椒粉的 無辣不還所以一定要加辣椒粉 這就是我們常會吃的 也就是印度甩餅 一般我們都會點原味的 香蕉口味的 加了雞蛋的 加了奶油的 還有這一頂很像聖誕帽的 不是啦!是 喜歡快笑打卡的朋友 就一定要點這個喔! 這些印度烤餅吃起來很像台灣的蔥牛餅 只不過我們的烤餅是沒有蔥味的喔! 而且口味選擇非常多 重點是它很便宜 一片差不多馬幣兩令吉而已 以前我們學生時期很窮的時候 都喜歡跟朋友一起來吃 不只是宵夜也可以當早餐吃喔! 而且我們還會搭配一些咖哩醬一起吃喔! 以上介紹的都是我喜歡的宵夜 不曉得大家會喜歡哪一種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也歡迎大家推薦其他好吃的美食喔!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幫我訂閱 訂閱我連頻道的朋友 也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馬鈴薯 下次見鈴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